现在播送一条新闻 习近平表态全国学习江泽民道次精神 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6日追悼大会结束后 中共各级领导纷纷针对总书记习近平在大会上所致道次展开学习 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据中央社今天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消息 习近平追悼江泽民后各级干部表态拥护 消息说上海江苏四川广州无锡深圳等地的市委或省委常委会市政府党组等 从7日至今分别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上所致道次 新道任的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的会议上指出 要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继承江泽民的一致不断开创上海改革发展新局面 他并提到要忠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江苏省委书记吴正龙和吴熙市委书记杜小刚都提到 要把对江泽民的悼念转化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实际行动 两个确立是指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两个维护是指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中央社说 除了学习到此引发注意外 以率先拥护习近平核心地位之名的前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 去年还曾举办研讨会 学习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写给美国朱利亚学院 与天津方面合办学院的核心精神